标准时间下午1点 今年首季组屋和私宅价格持续上涨 但增幅有所放缓 组屋转售量跌至近两年新低 本地设立首个共享食品生产设施 副总理王瑞杰鼓励中小企业加入 通过技术转移提高生产力 世卫推荐使用辉瑞冠病口服药物治疗高风险病患 伤害死亡病例增加 当局加快实现社会面清零 美国政府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新一轮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 美国也将禁止与俄罗斯有关的船只进入美国港口 以进一步的孤立莫斯科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